小姐姐去深山采野菜 意外看到了一只受伤的狗狗 它的右后腿似乎瘸了 半腿悬空痛得无法着地 巨大的肿胀处流着浓血 不断从伤口渗出来 狗狗行走艰难 身体骨瘦如柴 毛发更是干燥孤黄 或许是伤口疼痛难忍 它不断舔着伤口 黯然伤神 小姐姐看它被折磨得不成样 它于心不忍 尽管它告诉自己家里已经收养了十多条流浪狗 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善良与爱心却让它无法坐视不管 想了一会 它还是下定决心救它 带它进城检查 在回家的路上 狗狗躲在颠簸的车里害怕的瑟瑟发抖 惶恐不安 到家下车时 没想到狗狗趁着大家不注意突然往外猛冲 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 狗狗丢了 小姐姐发动全家人去找它 七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 它们一路狂奔 一路呐喊 但都没有回应 狗狗杳无音讯就像石沉大海般的消失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找了一遍遍的田野和村庄都无果 正当大家以为再也找不到它时 却收到弟弟的消息表示已经找到了 原来狗狗半路回家时 在渡江被铁链绊住了 它一动也不能动它 幸亏遇到弟弟及时发现 小姐姐叫来父亲骑上三轮车带它回家 看到失而复得的狗狗 小姐姐满脑子的自责和懊恼 没想到自己一番好意就它却差点害了它 回家后 小姐姐给狗狗拿来了熟鸡腿 然而狗狗受到的惊吓太大了 它不吃不喝全缩成一团 丝毫没有食欲 第二天一亮 小姐姐急忙带狗狗进城看医生了 医生仔细检查它腿上的伤口 把它拉进去拍片 然而陌生的环境令它内心惊恐不安 它死死地趴在门口不愿进去 两只耳朵更下地直立起来 小姐姐和医生齐心协力把狗狗抱上了CT台 经过检查 医生告诉小姐姐 狗狗的后腿骨头已经在腐尸溶解了 很有可能换了骨癌 听到这个消息 小姐姐心情如同晴天霹雳 她不敢相信这个才一岁多的小白狗居然患上了骨癌 医生表示道 如果要确诊 需要做手术取骨头和肉去一线城市的大医院做样检 一旦确诊了 癌细胞有可能会转移 后期有做不完的化疗和花不完的费用 还不如直接选择安乐死 听了医生的话 小姐姐的内心万分难过 它不知所措 医生帮狗狗打了消炎止腾针缓解了它的痛苦 随后小姐姐把狗狗带回家 来到陌生的环境 狗狗不安地四处打量 它茫然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 是活生生地等死还是被小姐姐救治 同时小姐姐也陷入了痛苦的选择 到底要不要留下它 思来想去 小姐姐决定留下狗狗并为它治疗 并给它取名幸运 或许是新环境不适应 又或许是疼痛男人 狗狗无精打采 它不吃不喝 似乎是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整天躺得心如死灰 小姐姐给它拿来大鸡腿 它把头别开不愿张嘴 小姐姐和家人每天坚持帮狗狗涂药消炎 喂消炎药 几天后 狗狗的精神状态慢慢地变好 它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尾巴也跟着摇晃起来 看到狗狗慢慢适应了新家 主人给它拿开脖子上的铁链子 停月小幸运就待在院子里安心养伤 一个星期过去了 小幸运可以陪主人溜弯了 它的腿竟然能着地走路 它陪着主人在乡野里悠哉悠哉地散步 这是它第一次感受到爱和温暖 或许它从没想过自己能在有生之年 还能过上那么幸福的生活 小姐姐再也没带幸运去看过医生了 它坚持每天在家给它涂药喂药 买了大量的鸡腿 鸭腿 和鸡胸肉囤着 它想尽可能在狗狗的有生之年让它吃好一点 不想让它的余生留下遗憾 狗狗每顿有肉吃 有人照顾 这是它以前做梦想都不敢想的事 如今在小姐姐的照顾下 狗狗的精神好起来了 它学会了歪头杀 经常逗小姐姐开心 也变得更加粘人 小姐姐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就连扫地也跟在后面寸步不离 小幸运慢慢适应了新生活 它在小姐姐家过得非常开心 每次出去散步 它都健步如飞 兴高采烈地跑在前面 它浑身充满活力 脚下生风 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曾经是一个被医生诊断为骨验 下达了安乐死的狗狗 如今的它与当初相遇时形成巨大的反差 它身上再也没有了病奄奄的模样 它快乐地与小姐姐家的其他狗狗相断玩耍 一路你追我赶 场面十分热闹 它的健康状态恢复得令小姐姐都没想到 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狗狗 谁也不知道小幸运还有多长的日子 也无法预料日后会发生什么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照顾好 吃好喝好睡好 让它变成一个快乐的毛孩子 或许它的改变 是从它的名字幸运开始的吧 小姐姐一日三顿精心给小幸运准备了鸡胸肉和鸡腿 它把每天必须吃的药放入汤盒饭 每次都很轻松地完成喂药任务 狗狗彻底把小姐姐当成了自己的主人 看到小姐姐 它总会涌上去亲吻它的手 欢快地摇晃尾巴 小姐姐感动得热泪盈眶 长久以来的付出 再看到它如今的可爱模样也终于值了 涂药喂药成了小姐姐照顾小幸运每天的必修课 除了按时喂药 小姐姐还额外给它补充各种营养品 慢慢地狗狗的双腿变得更有力量了 起跳 后耍 轰翻 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 健康的它和其他同伴玩得上窜下跳 它灵活地像只猎豹 小姐姐看得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幸运爱上了新家 爱上了新主人 它跟主人出去散步 总要紧紧黏住 一步三回头 生怕主人跟丢了 它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眼睛有了星辰大海 它幸福快洋溢出来了 短短的几个月 小姐姐用镜头记录了小幸运 从垂死边缘的一只病狗 脱变成如今活泼可爱模样 在它坚持不懈的治疗下 小幸运的瘸腿奇迹般地恢复了 小姐姐那天改变了狗狗的命运 它把全部的爱和精力 用来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毛海 让它们感受到了爱和温暖 让我们为善良有爱的小姐 节点一个大大的赞 同时也希望坚强的小幸运 能活得长久一些 和小姐姐一起幸福生活下去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赞关注下期再见